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国际瞩目的川金会渴望在下个月登场,地点很可能选在新加坡,但板门店仍未被完全排除在外,而在时间部分,原先认为可能会在G7峰会之后,但新情报显示川金会也有可能提前在6月初居行,以便在G7峰会展现成果。 据韩联社报道,美国总统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历史性的川金会渴望在下月登场,会谈时间与地点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,尽管川普曾提及若无核化谈判进展顺利,川金会可在板门店举行会谈,不过遭到美国国务卿的庞皮欧等幕僚的反对,而新加坡则成最有可能的会谈地点。 报道指出虽然新加坡的象征性不如板门店,但在保障人身安全、警卫、媒体等方面具有优势。 川普预定下月8、9日在加拿大出席七大工业国集团峰会,G7,本预计川金会很可能落G7之后,约在6月第三周举行。 但有观点认为,川金会可能提前在G7前举行,以便在G7峰会中介绍会谈成果,寻求各方支持。